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机动车是怎么规定的 我现在开车能出去吗 你没接到短信就可以走 没接到短信就可以开出去是吧 我不敢开 可以可以可以有这个文件 有这个文件有个解释 它的短信是什么意思 它是随机的 随机的 你家人 如果它是禁清直系金属都有隔离的话 它就会发短信的 就不按开 那我一个人在武汉 如果没有接到短信就可以开出去 我都不敢动我 我说这家伙发十万分 接到短信的人就不按出去了 你确认你接到短信没有吗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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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们值班是吧 我们也做到硬提的 也做到硬提的 对 好好好 社区就它一个人了吗 还没上班 还没上班 还没正式上班 还没正式上班 就一个人值班 那一旦比方说 哪里有病人呢 什么呢 那来得及吗 就没人 还有装备有人走 医院呢 这个主要就是给你解答一些问题 或者顾刮老人 什么不便的 对 小病人那是叫在附近 叫进的社区医院 哦 就打10就来了 对 对 哦 好好好 谢谢你们 那我可以开了 可以开 好好好 哦 刚才我的社区医院去了 看里面有几个人 然后这个是 他说要接到短信的 就不能开了 就是说 你有相关的人员 有这个 有病情的 这样的家庭不能开 像我这种情况 没接到短信就可以开 那我就开车出去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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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